长在我们农村深山中的一种宝贝 野生和手屋 这边有一大片 现在我已经准备了工具 把它挖出来 咱们看一下它的叶子 它的叶子像心脏的形状 它是一种绕藤棵植物 它的叶子现在很多人喜欢用来 做菜 煲汤 它的根部价值特别的高 现在咱们刨出来几颗 给大家抢一抢 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和手屋的茎块 长得还有一点像红薯 这块和手屋在我们大山中 已经长了几年了 它的根茎还这么小 野生的生长速度特别的缓慢 这个已经被我挖断了一个 它的根茎有的地方呈金黄色 有的地方呈白色的 特别的坚硬 这个野生的和手屋 分布价值特别的高 主要分布在我国的河南 安徽山东 不知道你们那边有没有 这个野生的和手屋 欢迎大家和火鸡在下方留言交流